传统传菜 红油鸡块啥个猪 讲给大家演示一遍 欢迎你多提宝贵意见 四川人的红油鸡块 都是用的公鸡拍成坨坨 老锅下下来 然后对开 骨串倒下来 取大骨不要了 这个鸡还是热的 却煮出来的 四川人的表皮就是大葱 一定要本地的才有香味 不要煮了 就是腰指面酥就差不多 先来一瓶酸汤 煮鸡里面汤 酱油要一瓶 白糖来一瓶 味精来一次 就是盐 花椒面我们这个质杆可以拌 因为外面我们用的是海外花椒 太麻了 再微微打点醋 再加点大蒜 拌起来好像好吃把胃 一定要拿点红油脚趾 不要多 来地点就可以 然后给它炒蒜 这个半斤是劳动节的礼物 只要是在五一节期间 29号到5月3号 到我们牛盆镇来吃火锅的朋友 吃全牛的朋友 每一座 我都给你安排一份 尝哈我们200斤的味道 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因为毕竟在我们这里来的都是劳动者嘛 劳动光荣 同时也祝大家劳动节愉快 摇起 摇一份 这个肯定是没有油气的 还要拿点红油 红油鸡块 没有红油 那肯定是不巴适 不完美的 再来一条花生碎 这边来一条 给朋友们端上去 带来一条花生碎 中国人的荣碎 大陡 我大家用这些惊喜来说 这些惊喜 吴提米 这些惊喜 这些惊喜 很静心 骗 色猎 最后